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研究 对 菜比较有研究 咱们于大厨可不是说大话 这不 在现场马上就给我们表演起了萝卜雕花 白色的萝卜在于师傅的手中被切成了薄薄的一片 于师傅将萝卜片对折之后 在上面轻轻画了几刀 然后卷了起来 不到一分钟 这薄薄的萝卜片就变成了一朵非常精致的萝卜花 每个大厨都有自己的手艺 于师傅这技术 果真是名不虚传 其实于师傅今天这个菜的主题是极致鲜味 您今天就必须得给我做出来这个鲜这个字 咱们这个新鲜的鲜这个字 那今天我比较馋 我又想吃点蔬菜 又想吃点海鲜 您看您给我推荐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现在我们的桌上有菠菜 有海兔 海兔 您说到海兔 我看见鼻管鱼了 我也看见五花肉了 您说的这海兔在哪呢 这个海兔在那个交通地区 它叫鼻管鱼 鼻管鱼就是海兔 其实它是有很多叫法的 咱们电视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说 咱们今天做的这道菜的名字叫这个 菠菜炒海兔 菠菜炒海兔 对 可能就也其实也就是菠菜炒鼻管鱼 对对 那行 那咱们今天这道菜这个名字 也是特别有韵味 这道菜想起来也应该是比较鲜的 那咱们开始做菜 好 第一步就是 我先把这个海兔改一下刀 先把海兔改一下刀 据说这个改刀的这个刀是很特别 它是改梳子花刀 梳子花刀 它是梳子花刀 就是我们梳头的梳 梳子花刀 这是一种咱们刀工的一种叫法 对对对 它这个改法可以容易 怎么说让海鲜容易入味 容易入味 鱼管鱼也叫做海兔 对 其实一说到这海兔的时候 就能想起那首歌 小兔子乖乖 是的 我们都会唱 对 海兔 菠菜 木耳 火花肉 一道菜需要这么多的原料 那么怎样做才能凸显出这极致的鲜味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鱼大厨有什么高招 料我已经备好了 备好了 嗯 那咱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做了 虾焯水 焯水 焯海兔 对焯海兔 咱们焯这个海兔的时候需要的这个水温大概是多少呢 用热水呢还是用温水 焯这个海兔一般就是热水那个开水下锅 那大哥需要多长时间呢 嗯 大约半分钟就可以了 半分钟就可以 对 其实于是我有个问题啊 咱们这个海鲜其实有的时候在焯水的时候特别关键了 有的时候你像有人说了这海鲜我焯的时间长了就老了吃起来不好吃 是你焯的时间短了之后它又不是那么口感也不对劲 所以说咱们这个火候啊和这个水温也要掌握的特别好 对对它是最主要的 对焯海鲜一般就是水温水的温度跟火的温度一定要控制好 是要是时间太长了就是可以把海鲜就是它那个鲜度也是 嗯不好了 戳得不好了 燃养价值也流逝了 对对对 其实咱们有很多有很多朋友啊就吃这个火锅的时候特别喜欢吃你像白嘎呀花嘎呀 嗯 还有一些虾呀 其实这些有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了这些放到水里放到热水里这个火候需要什么样啊 或者说这个水温需要什么样啊咱是不是也应该去注意一下 对这个就是海鲜的话呃背壳的一般就是按照它的呃背壳的厚度跟那个厚度去炒 就是那个壳它是有厚有薄的 对对对 呃一般那个花杆的话它时间很短它就可以炒开了 嗯 一会儿那个海粒子的话它可能时间要稍长一点海粒子跟毛杆啊 嗯 还有丸杆它的壳比又厚然后它炒的时间要稍长一点 是那咱们这个贝类也是用废水放进去吗 嗯 一般活的话就是必须凉水 凉水 凉水 必须要用凉水 对 余师傅又教了我们一招 所以说咱们电热机前的朋友一定得注意了 平常咱们去吃火锅的时候 尤其是像这种贝类 咱们放到水里的时候 哎这火锅开始煮的时候咱们就先下锅 对 大概要需要多长时间呢在锅里煮 刚得开口就可以了 刚开口就可以了 好 好 现在这个水已经开了 水已经沸腾了 那咱们这个海兔下锅 好 刚刚于师傅说了这海兔呢 在锅里待上半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嗯 被水下锅待上半分钟 好半分钟的时间到了 这海兔该出锅了 对 于是否知道您刚才为什么要切成这个 这个树子花刀 对 你看现在这个半分钟之后啊 它已经成为了另外一个形状了 对对对 现在海兔炒好了啊 准备就是炒了 海鲜的烹饪火候至关重要 增一分则太熟肉质变粗糙 减一分则太生无法入口 在这样严格控制的条件下 烹饪出的海鲜 其味道的鲜美和肉质的嫩滑 才是恰到好处 放上少许油 加少许油 嗯 然后提前切好的五花肉片 提前切好的五花肉片放过来 先炒五花肉 对先炒五花肉 把五花肉炒 哎呀 一看到这种情节啊 就觉得这个吃肉是一个特别美的享受 对 这个油溅起的这种状态和这个肉在里边翻炒的这个过程啊 当然刚刚看着就想吃了 加点肉可能比较 我们能说比较香 它不合备那个大种口味 嗯 其实咱们在家有的时候做一些蔬菜的时候就习惯往里边稍微炒点肉 放点蒜片 蒜片 提味的 嗯对 炒海鲜一麦炒就搅蒜片 也是稍微有一点去腥的能量 对对对 对对 其实有很多朋友在家做这个海鲜的时候会觉得哎我什么都放了 是不是怎么还有一点这种腥的味道呢 您看看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没有加这个蒜瓣啊 放点辣椒 放点辣椒 嗯 如果咱们爱吃辣的人可以多放一点 对 现在基本上已经炒香了 炒香了然后加调料 加调料 嗯 加点味辣梅 味极鲜 味极鲜 这个味极鲜加的这个量呢要和咱们炒的这个肉的多少来对应是不是 嗯这个要看一般情况就是一份的话就4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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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然后加菠菜 现在放菠菜 嗯 其实我觉得在做这个菜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菠菜的营养价值很高 对 你像铺银呀补维生素应该都有吧 是啊 然后从菠菜炒到炒到七成熟然后放木耳 放木耳 菠菜七成熟的时候放木耳 这个木耳也可以能不能说它加在里面也可以润肺 嗯 也搭配颜色 搭配颜色 对 这搭配颜色是次要的 嗯 最主要的还是这个营养价值 对对对 哎呦我现在已经闻到这个香味了 然后然后加上本条 本条 水晶粉 对 稍加一点糖 稍加一点糖 嗯 这个 稍加一点糖是不是为咱们后来放那笔管鱼准备的呀 嗯 对 也是为了稍微有一点去腥皮鲜的作用了 嗯 老抽稍加一点 老抽 嗯 少来上一点 嗯 因为它也是搭配颜色 搭配颜色 嗯 对 它搭出进入亮度 它那个 嗯 比较适合我们家庭的 那个那个颜色 嗯 然后 倒上笔管鱼就行了 倒上笔管鱼 嗯 把火开到最大 这个时候 放笔管鱼的时候就要把火开到最大了 对 在这个菜没有出锅的时候 您师傅就觉得今天这菜呀特别符合我的要求 是啊 荤素搭配 嗯 好像也可以出锅了 可以出锅了 嗯 好 那我们上个盘 出锅 肥美的海鲜和碧莉的菠菜搭配 颜色上好看 营养上更佳 味道也是极其鲜美 今天的这道菜 您学会了吗 还是室我们下班的梦 不是也计划是 他会顾这道菜 是 我们下班的培根